这是一条有味道的视频 大家渗入 说到敦煌壁画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会想到灵动的飞天 会想到庄严的造像 会想到九色鹿的故事吗 其实敦煌当中很多的壁画会颠覆三观 超乎你的想象 比如说这一幅 这幅壁画位于北周290窟窟顶的人字坯上 右下角这个男人在干嘛呢 没错 大胆说出你的观察 这个男人在拉臭臭 粪坑是高垒起来的木板 中间开了一个孔 这样形式的厕所 即使在十几年前的北方 还经常可以看到 可是这人在拉臭臭呢 外面这些人 你看该扫地扫地 该干嘛干嘛 一点都没觉得臭 没错 这幅壁画表现的就是 西达多王子降生之后的32祥瑞之一 叫做臭处更香 你以为这就是颠覆三观的敦煌壁画了吗 其他还有慢慢告诉你 更多冷知识 关注我呗 这就是颠覆三观的敦煌壁画了吗 这就是颠覆三观的敦煌壁画了吗